首先呢就哪些工作可以被取代 是说只要有清晰的这种流程 或者操作准则的这些工作 我觉得都可以被取代 比如说你去商场买东西 你去支付 然后找零 它有个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 这个流程或者规范 这些工作呢 它就可以让计算机来辅助 或者就是说所谓的替代 但是有些方式呢 比如说它没有一些清晰的一些流程 就比如说辩论会 它是一种思维的一种碰撞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些工作呢 就是说你很难用AI去替代 有句话说过就是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我觉得就是精神 就是文化方面的这些东西 还有体魄就是体育锻炼这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是很难让AI来替代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 涉及到我们自身的 或者放大点讲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些 这个事情 就是说体育比赛 你如果找一堆机器人来比赛 我们觉得就丧失了这个体育精神的一些内涵 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服务型机器人 会不会替代一些这种工作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其实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这个工作岗位 比如说可能一些服务型的 比如说这个餐厅收盘子的送菜的这个送餐员少了之后 它可能更多的人呢 它流向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维护啊 包括它的一些清洁啊 或者就是说比如说机器人在跟人交互交互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他遇到一些问题了对吧 这些人可能要进行一些人工介入 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啊我对技术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它可能会啊就是说慢慢的让一些行业啊一些这个职业消失 但是呢它一直带来的是说更多的更广阔的一些机会 我觉得这有一句话就是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就是我觉得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就面对这些技术